滴滴答答從天花板不斷漏水 外面下大雨 裡面下小雨 拿水桶接也接不完 家裡變成水連洞 實在是噩夢 其實發現漏水第一步 不是直接修繕 而是先拍照錄影搜證 包括漏水位置 範圍嚴重程度及時間 若已造成臂癌 磁磚油漆剝落隆起 或造成物品浸水等損失 也得一併記錄 基本上紅外線 它不是萬能的 下一步出動抓漏 但可不便宜 光是豆腐勘查 就要三到五千按次計算 師傅會先確認是哪種漏水 常見的管線漏水 如果冷熱水管 排水管 甚至天花板牆壁漏水 多半是這類 要是得打掉牆壁浴室 可能得準備三十萬以上 而建築體漏水 多半是在室外 包括窗戶 陽台外推 頂樓等等 外牆施工也要八到十萬 如果是剛好在浴室裡面的 管線在漏 你有兩種選擇 一個選擇是直接做民管 第二個選擇 當然就是把整個浴室 重新打掉 重新裝修 如果重新裝修的費用來講 現在可能預估來講 公料雙漲 可能要到三十萬的預算 至於漏水損失也得找對人求償 公共區域通常是有管委會負責 住家內則是找漏水戶 至於兩戶相鄰的牆面 恐怕兩邊都有責任 還有一種是破壞管線 導致毀損 就找他付維修費 偏偏找出漏水的元凶 才是最難的那一步 若鄰居不肯配合修繕 恐怕還是得上法院 包括搜證影片 抓漏報價單 都能當作證據事後求償 TBVS宣言人說關於 是不是收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